刘宪华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才会扯开裤裆 公然对迪丽热巴做出不雅举动 2019年迪丽热巴与刘宪华参与了机条录制 在游戏环节 大家需要把抱枕藏起来 避免被抢 刘宪华认为玩偶服是藏抱枕的好地方 可有手有脚的她却多次提出无理要求 直接拉开裤裆 就让热巴把抱枕放进她的敏感部位 你自己塞 你自己塞 你帮我 你快自己塞 我真是醉了 我为什么要上到这里来啊 刘宪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一边挺着肚子 正面对热巴进行干扰 一边单纯的说着虎狼之词 塞 塞 用力 用力塞 你别走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热巴尴尬的提醒下 刘宪华竟又将屁股对准热巴 这你侧面侧面侧面 这样就很奇怪 你不塞 看着生无可恋的热巴 刘宪华这才收敛了很多 可还没消停多久 刘宪华裤子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于是刘宪华一边说着自己不猥琐 一边要求热巴帮他从裤裆里掏手机 我不是这种人 可是你要帮忙我 我不帮 我不帮你把枪子弄 面对热巴正常的建议 刘宪华却毫不理会 一拳一拐地向女生逼去 节目播出后 刘宪华不出所料地被骂上了热搜 部分行为也被提出了质疑 但依旧有网友试图为刘宪华万尊 称不怨大华 一个中文初学者并不了解汉语的博大精深 语言不通可以理解 可作为30岁的男人 这动作总了解吧 再不记男女有别总该懂吧 所以屏幕前的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这绝对是金鱼事后颁奖史上 最令人尴尬的一幕 颁奖嘉宾侯勇 哇哦一声 战术后退 似乎拒绝说出奖项得主 达康书记更是一脸凝重 立马将这项艰巨的任务 带给了搭档 而原因无她 因为这次事后的获奖人 竟是迪丽热巴 如果有实力 大家也不会说啥 可偏偏让她获得该奖项的 是评分只有3.1的李慧瞻 再看看与她同台竞技的女演员 哪一个不是吊打她的存在 欢乐颂的刘涛杨子 鸡毛飞上天的樱桃 我的前半生的源泉 无论是比拼作品还是演技 迪丽热巴都不该理所应当的 拿到这个奖项 然而成全赛在喜悦中的她 根本没有注意到台下一众前辈微妙的表情 更不知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直接称她为名副其实的精英水后 并直言 这是拿观众当瞎子吗 但懂得都懂 热巴不是精英水后 她只是芒果与嘉行的联姻对象罢了 2016年 杨幂持股的嘉行传媒与芒果影视 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战略协议 嘉行需要向芒果稳定输出点数据 而芒果影视则要提供新传平台 互惠互利达成共赢 而让热巴获奖的李慧珍 正是两家联合出品的产物 颁奖平台精英节就更不用说了 湖南广电正是主办方之一 这样一来 答案似乎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与其说她拿下了精英影后 不如说她是资本手中的一颗棋子 杨幂对迪力热巴有恩 但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2015年碰然心动的发布会上 热巴突遭主持人恶意刁难 在没有任何智慧的前提下 突然被cue表演才艺 热巴你的今天的才艺是什么 一时间热巴十分无措 而作为老板的杨幂 并没有出面解围 反而是在一旁推波助澜 是不是她懂很多国的语言 18国语言 两项对比之下 18国语言似乎更让热巴下不来台面 而主持人也是不会察言观色 没有及时跳过这种尴尬流程不说 还硬cue热巴 让她用日语和泰语为这部电影做宣传 可热巴哪会这些 只能坑坑巴巴的将毕生所学全部用上 最后还是李一峰站出来解围 用幽默化解了尴尬 反观一旁的杨幂自从挖坑之后 就一直开怀的站在一旁 像烤瓜似的盯着舞台中心的热巴 可即便如此 迪丽热巴也能释怀 毕竟对方是老板 可随着迪丽热巴的走红 网络上逐渐出现了杨幂和热巴 梁氏亦有情依的通稿 可他们的关系真的如此吗 其实与其说两人是朋友关系 倒不如说是上下级利益关系 热巴能活靠的是杨幂力捧 和杨幂力捧的并非只有热巴一人 早期热巴和李希瑞 是加勤力捧的两朵金花 杨幂对两人也是鱼路均沾 林李希瑞拍了翻译官 那就要带热巴拍三生三世 热巴被唐烟拍了克拉利人 李希瑞就和唐烟拍活色生香 可事实证明 热巴有爆红的潜质 杨幂自然也不是傻子 出于利益的考虑 自然是谁红捧谁 其次就是被杨幂捧红的热巴 也被杨幂签下了15年的合约 所以老板终究是老板 很难存在纯粹的友情关系